老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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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五两月的羊 这是我们大义豆地餐的麻羊 是不是成都最火的烤全羊 那是最多的山 哪个超越了我 买哪个超越了我 是不是最贵的呀 在这个店应该算是最贵 其他店都算便宜 因为我有很多个店 教员中心是我亲自烤一门就贵 哦 你有多少个店 在四川四十八家 你自己烤的能贵多少 百分之十八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啊 羊儿在化妆号 味道巴士的唱 安逸的唱 今天呢我们来拍一个烤全羊 这个是我从拍视频以来 就是拍过最贵的一家 那一拍过去可以烤十四只羊子 就是同时可以烤十四只吗 对的对的 他一直得多少钱呀 一千不到四千不到 那这一路过去得多少钱 一路过去七八万嘛 这个羊有多重啊 同时来重嘛 不能要来过大的是吧 那里面不像一样 没没四百 对的 陪陆 雷尔 写尔 写尔 5点多 现在是没有预定的 这是不是比刷的效果要好点啊 这个是不要慌不要慌 羊儿在化妆 什么意思 慌不要慌 羊儿现在在化妆 牛要几天一天 羊要几天十小时 这是给预定的挂牌吗 对的 对的 它是那个羊子 全是预定的 今天预定的 今天订出去多少 二十几桌 二十四桌 二十四桌 二十四只羊吗 对 它是付过钱了吗 已经 对的 它付了钱了 付了定金 这个还得先打钱后吃羊 对的 我们是订餐者 不订餐就没得 必须得提前一天预定 要不然你拿着钱来 还吃不上 吃不上 因为这个必须要三个小时的嘛 就是一只羊得靠三个小时 要靠三个小时 最大的哈 这只得多钱 不算了 没算了 七 七 三千多 三千多 来了 来了 烤全羊来了 十八 它这里边是油吗 油也要水也要 要给它喷油 喷油不喷这个 都要喷 还有点羊山味 这羊脖子是不是也很好吃 对 好吃 这个油是先泼的吗 对对对 那个油是我们称为的笔油 笔油就刷在了羊山上 然后就是这个鸡肉 然后就是这个鸡肉 就是说一撒鸡肉 然后撒到羊山上过后 然后再去烘烤 四川明酒 撒的十五两一哈 好 好 好 要烤两一哈拿的 再拍一张 十九 对的对的 以前我是五星级九点的行政组组 哦 你五星级九点的行政组组 对对对 十八号 六号 七号 下一步 九十六 七八三十号 十六号 十六号 三样子 搞坤点 十六号 十六号 三样子 搞坤点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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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就这么多了 现在我正式的推了一个 干一杯 干一杯 不是干啊 试一下它这个羊排 因为羊排烤得很干 这会就是这种咯崩脆的声音 哇 好香啊 感觉 现在我先来尝一下它这个羊排 羊排就烤到那种很薄的两层 我们今天是九个人吃这一只烤全羊 这只烤全羊是他们这儿 就是最贵最贵的四千块钱的烤全羊 感觉在吃那种油脂渣 感觉在吃那种油脂渣 现在我再尝一下这个羊排 还有羊脖子 就是羊蹄上面那一点点 外边好像好焦 今天吃肉干的那种味道 里边这个肉呢 一咬它是爆姜的 还有一点羊身上自在的那种淡淡的那种香味 你看这个羊排烤的多薄啊 它就是很薄很薄跟纸一样这种 这个骨头都烤好 烤成脆的一咬它就咯咯咯咯都烂了 烤羊排应该是烤全羊中最好吃的一个部位 这就粘肉连骨头都可以吃 这个粘肉连骨头都可以吃 把这个羊都被他们抢完了 我来吃羊腿 这个粘肉就会吃 我感觉呢这个羊排啊 这个确是比羊腿好吃 这肉呢除了脆就烤得像那种肉干一样 而且就是烤全羊哈 它不停地刷料 撒料跟油啥的 它这个味道根本就不重 这就是很淡淡的调料 大部分都是那种肉虾 来吃饭的话 必须就是提前一天预定 它这个店呢也特别的偏僻 就在成都的郊区